我们从古都讲这个衣食住行 现在老人也在这么讲 但是年轻的慢慢的 好像这个时代变化得很快 求而代之的呢 随后玩的 看似是很像 实际上 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根本 一个是 浮华 你说你太严肃了 没有啊 我也吃喝玩了 但是 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可以讲 游历人生 游刃有余 但你不能说 我游戏人间 你不是神仙 你没有那个资格 本领去这样做 那你说 我就吃喝玩了 我们不说什么时间荒废了 这些东西 但是 这个 会让你 慢慢的 堕落 下道 因为吃喝 它本身就是一个识字 不分吃喝 你非要把它搞得那么 听起来 好像就是非常俗的意思 而实 又不一样 那玩个乐呢 你要非要去演绎它 给人的感觉好像 整天没正事 玩无丧志 我们 真的很多人 在现代时代 从小孩子就开始 堕落 一生下来 本来元气满满 本来我要做很多事情的 结果被家长不注意 甚至 连传身教 你不叫它 它整天看着你这个样子 身教 生与言教 我们一时处行 这个就比较周全了 而且 它是人 在生活中 所必须的一些东西 你一个人 首先 不得不吃 十色性也 这是人之所需 这个字 人之所需 成为儒 也就是儒家 也就是我们大家百姓 为什么能够推广 不是说动不动就想到 什么政治 压迫 利用人心 不禁容死 那么如讲的就是推击击人 先把小家 先把自己搞好 然后不断地扩大 这种爱 理所能够 理所能及 但是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从 不会走 到会跑 会用工具 或者是飞 叫别人 然后 衣服 衣服的作用是什么 你现在给你讲 你能讲清楚吗 你想我就是穿的 保暖 没错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根本 但是 好看 也对 也对 还有没有 首先这个衣服 我们古人 借用这些东西 都是崇尚精神的 这些外物的东西 都是 随缘拿来用的 从最早先 我们会想到 古人穿 一身兽皮 围上 树叶 遮羞 是不是 那才古代了 还有伪装的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 除了你要演戏 除了特殊场合 没必要伪装 我们可以换一个词 那叫 这个 顺应场合得体 所以这个就慢慢搞清楚了 那你第一 你先要活着 对不对 那活着呢 就是 就是 预寒 第二 出于 彼此的 这个 交流 身份的需要 我们首先 保护自我 这个 从根本的 这个 作用开始 那是 遮羞 鼻涕 首先 保暖 然后 还有什么呢 就是 要舒适 这个条件高一点了 我们讲舒适 现在人 对这个 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有的时候 就像这个 女人的似乎 这四位跟男人是不太一样的 一会儿冬 一会儿漆 它是一个 空仓 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男人 他是抽屉一样的 有理有据 他是这样 讲道理 但是跟女人 讲道理讲不通 不过女人的灵光很好 我这句话 马上要介绍 不然很多 可能 是你不讲理 我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 说一个人不讲理 是比较难听的话 因为理 它是一个 紧随道而后的 一个体 可以是德 也可以是理 有理怎么变天下 无理从不难行 那么 衣服 在 进一步 舒适之后 才是 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不看情况 有的时候 你要适应场合先 对别人 先尊重 那么再求自己 舒不舒适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经常 不冲突的 因为他这个舒适 是在里面 里面是个纯棉的 搞的一个什么 它是很便宜的 而且很舒适 那现在人 老实在 我爱在 那么得体 适应场合 我的身份 不要过度 不要凸显什么高贵 击装衣服 凸显自我 没必要 那你说 你要是 逢场多喜 要搞一个什么 你靠这些东西 来吸引 靠这些虚化 浮化 那女子招来的 都是 不好意思讲 招风引 男子呢 奇奇怪怪 很另类 但是 这个又涉及到 一个审美观 那么你到底 什么样的衣服 好看 我们后面有课 肯定还会 讲 然后 就是 得体 这些东西 你要细分的话 那 那也会有 你穿的这个 适应场合之外 是不是 跟你身体 相配 有些人 不一样 其实这个跟舒适 也没有什么 太大不一样 也是一个 那一个外的 表现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顺序 然后 住 住这个房子 我们 先不讲这个风水 有可能的话 我们单独在 涉猎课程 就是这个 住的房子呢 首先它的作用 也是 遮风 挡雨 冬暖 夏凉 这个自然是好的 但是也不要过度 春 这个冬天 你多少要冷一点 要适应这个环境 你身体才能好 那东北的这个大米 一年一暑 为什么它最好吃 它是经历了这个 春夏秋冬的历练 那植物 最寒之松柏 它怎么长得那么坚强 它要经得起洞 它有那种抵抗力 那万十万五 都是这个道理 北方人 隔子高 它不是高的问题 而且 一个大数据来讲 有很多人不爱听了 真的